这里就是车磅了 这里面坐车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蓝色的双缸 这个车它会停在Bostomo1 但是那边不上乘客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路 晚上的时候把它封起来了 就类似于夜市封场一样 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要准备去巴东海滩了 这个巴东海滩是普吉岛上最著名的一座海滩 它也是开发最早的一座海滩 一般来普吉旅游的话 到普吉镇住上几天之后都会去这个海滩 所以我要准备去这个海滩了 去这个海滩要先到Bostomo1 至于Bostomo1去那里坐车 坐到巴东海滩的车 现在我就往那托尼尔走 我顺便去吃个米饭 那个车站那个地方可以吃米饭 我到车站去吃好了 行Let's go 往这个方向走 从我坐的地方 大家在柯林站呢 大概走个五分钟就到了 非常紧 然后那个柯林站附近呢 也有吃饭的地方 有很多小店 我打算去吃个快餐 泰国的快餐 这里 过马路得自己看着 因为它没有那个斑马线 我先去吃午饭 然后再坐车 这个车呢 是双杠车 一般到这个巴东海滩 都到三大海滩 基本上都都是做蓝色的双杠车 关于怎么做车 等一下我给大家拍一下 因为这里双杠车有两种 一种是粉色的 一种是蓝色的 我们到三大海滩都是做蓝色的 只是那个牌头上有名字 你得看清楚 然后到这个小洞 先在一片区域 就是做那个粉色的车 现在呢 我就往那个大巴站坐了 这里就是车站了 这里面坐车就可以了 你看那边就是蓝色的双杠车 那这里是吃饭的地方 我先看这些吃的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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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种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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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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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蛋跟这个肉 然后这个也是个肉 这两个 就是三个 这个鸡蛋 这里吃 就这样的两份肉 吃个蛋 补出一点蛋白质 然后这里有冰水 冰水在这里 一个冰块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从这个地方拿拿杯子 然后加入冰块之后这里就免费的水 这还不错啊 这个在车站旁边但是价格呢 并不贵就是正常的价格 这个还是挺难得的 因为我们国内一般车站旁边的 那个饭店的价格都比较贵 看这里的真的就是正常价格 甚至比那个市区的还便宜 就比我住的那个地方的还要便宜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像这样的 嗯 这味道还不错 就是有一些东南亚这边的香料 你得适应一下 如果不适应的话可能会吃不惯 但是多吃几次就吃惯了 我觉得还行 嗯 这个是机场大巴去机场的 然后我去的是这个 旁边就这个了 这个都是三条铁了 这个是在哪里边 这个都是其他的 还要是在哪里面 那它游不近 这个是最有趣的 是哪里面 哪里边的 那是北都很高 哪里边呢 哪里边呢 哪里面呢 哪里边药 哪里还没有来 我刚刚问了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车了 这个车呢得到那个东方马克的那个地方住 那个地方才有车到这个高东海滩 早知道我就到那边去直接到那边去跑了 结果还得从这里走过去还得要个10分钟 行吧我得往那边走了 这个就是东方马克的这个车呢是到巴克 那边呢是到卡塔尔卡文 这个车也是到巴克 那巴克的车要多一点 但是这边再等 要等到一定时间才停车了 这个还等多少不太清楚 但是要在这等的可能要等上的一定数才会走 要不都都点走 等于现在等的东方也都是时间 现在已经上车了 然后这个车呢是定点出发吧 确定什么时间我也不知道 然后这个票价呢是40泰铢 这个还是挺便宜的 这个是一票值啊就是我们在中途下车 它也是40泰铢 然后只能到这里来坐 这个车啊 它会停在Bostomino一旦是那边不上乘客 那这边来坐是这样的 啊走了好久啊 这意思我大概走了十多分钟了 现在车子已经开通了 啊 这边是从边多外的这个车 因为感觉可能有个小的那个三条车 宽敞很多 这个其实不是车头车 这个是三条车 这个是一 二 三条车 这个路段也是随时停车的 随时停车都会有人来上 三条车 有点感觉比那个甲米条的那个空调车 坐的舒服很多 因为这个比较宽敞不紧 坐在车子里面呢就吹着风很舒服 感觉比空调还好舒服 所以以后你们从老城去去那个海滩 坐这个等级 这一路上都好堵啊 我感觉我们这辆车是简单粗暴型的 这里跟司机的那个驾驶是连在一起 下车的时候按下这个0就可以 你随时看一下地图 那到站的时候就按0 准备交钱了 事实太足 司机会在中途停车 然后在中途收钱 就把车的车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收一下车票 收完车票然后继续看 好 青春的公车越过荒野和山坡 追逐少年的梦想做最自由的光 理想的模样身着朴素的异乡 已经到巴东这边了 你看好多人都已经下车了 巴东海滩这边的这个街道啊 明显要比普吉镇那边要热闹很多了 你看这还有个大的商场的购物都很方便 终于到了 从火车小镇到这个巴东海滩的这个走街道 大概是50公斤左右 这个路线呢 跟火车队桶上的那个路线呢 有点不太重 所以啊 你老的时候啊 你不要不断着看这个团 这样的话呢 才不会错过你的下车点 现在呢 有很多区的青春有点瘦了 我的车里居在前面这个方向 大概走过5分钟就到了 我想这个下车点也是 因为青春最近的一个路口 然后走过来的 你这里走过去 然后拐个弯就是 嗨我又出来了 今天下午呢 在青春女生里面睡了一觉 因为有点累了 然后睡了一下 刚刚这里好像下过雨了 所以走出来挺凉爽的 现在我带大家来逛一下这个阻街 其实这个阻街有两条 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啊 是靠里面的这一条 然后靠海的还有一条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里面的这一条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去看海边的那条 这里就是主街了 看现在雨停了 大家都出来逛了 这里的氛围啊 明显就比杂米的那个澳南海滩那边的要复杂一些 因为人更多 然后这个你走在这个路上 你会发现有一些这种车牌 像这个呢 这是普吉那个机场到这个 老外 这个是另外一个海滩 这个海滩是小海滩 不是属于山大海滩 是另外一个海滩 你可以从这个普吉机场到这个海滩 应该是经过这里 但是这种车的价格呢 就是100台租 这是靠内的一条主街道 然后在这个主街道上 前面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商场 看看 然后在路边有好多香水果摊 吃水果 看看这条街 这条街道热闹吧 在这个主街上 还有一个大的购物中心 就这里了 这购物中心它蛮大的嘛 下面 这个是商场里面 那里面也有很多卖里有经验品的 跟外面的比起来 这里面的价格可能是要贵一些的 它的东西还挺豐富的 这商场里面还有一个小型的 呃市场呢 这应该都是卖一些旅游经验品的小店 小摊位 100桌 100桌 好香啊 然后这是卖 小人的衣服 给我看看 对对 这个椰子的碗 嗯 都是100泰铢啊 这个商场好大啊 这个商场好大啊 啊 你看看那很厉害的时候搬船 里面漂不漂亮 晚上的时候来这个商场真的不错 你买半收里在这里买也可以啊 嗯 这里就是一个步行街 连接两条主干道 我们身后的这边是那个刚刚靠内的那条主 主道 然后往前走是前面靠海的那个主街道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路啊 晚上的时候把它封起来了 就 类似于夜市封场一样 吃饭的地方 哇 谢谢 这个就有点像卖谷的烤箱路了 现在还不够晚了 现在才六点多了 你再晚一点的话 这个人就会更多 这条街道两边的酒吧好多啊 你看看 这种酒吧 而且很多人来举着牌子来招揽客人 你看看 这也是举着牌子招揽客人的 好奇的考山路 展示一下这一个部位 这里呢就是沿海的主街了 你看看 这边就是海滩 这里面有很多的酒吧和餐馆嘛 这条街道呢 相对于刚刚那个坑路的一条街道 这边没有那么多 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条路 我们走一走看看这条路 然后餐馆和海鲜馆也很多 老外也是非常的多 老外也是非常的多 哦 这边呢 换钱锁真的好多 每一种只不就有一个换钱锁 沿街的这个部分 它还会有一小小吹车摆出来 怪不得这个交通就这么复杂了 都是这些小吹车给弄的 看看 这个主街我就带大家走到这里了 再走下去也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些賣小吃賣飲品的 還有一些旅行社 基本上就這個樣子 還有樓 然後呢我們就往這邊走 最好都留在馬線過去 但是留在馬線它也是沒有紅綠燈 都對你自己把握 哦 快了吧 這是海灘了 哈哈 因為你剛剛下個雨了 所以現在這裡面人不是很多 你看看 白天的時候來就好 白天的時候來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現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沙灘其實也不算乾淨但是比較細 白天的時候我再來給大家補拍一段吧 這裡就是巴東海灘了 昨天晚上帶大家來看的那個巴東海灘啊 什麼都看不到 白天就不一樣了 白天巴東海灘就要好很多 但是今天的天氣不是很好 因為馬上就要雨季了嘛 所以最近的天氣都不是很好 而且這個巴東海灘因為開發的比較早了 所以這個海灘整體的感覺會差很多 但是anyway 這個地方開發的比較早 整個設施配套設施都比較齊全 所以來這邊旅遊還是相當不錯的 行今天這段視頻就給大家分享多久了 咱們下期見吧 拜拜 拜拜